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有沒有人知道空頭大老書 到底陣亡了沒有 什麼 我自己不會看節目 我哪有時間看小丑做節目 對不對 嘿 這個盤不管怎麼漲 漲到外太空也一樣 因為空頭大老書還是會告訴你 我們空在最高點 假如第二天還會有更高點 他就告訴你沒有錯 那個點就他們空的 這樣玩下去會員都被他玩死了 那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本來就是要玩死會員的 只要錢 對了 會費放在口袋裡面 吃的肥肥飽飽的 一切就Owake了 對不對 老船長真的會這樣 不然你們自己去看節目 空頭大老書一定怎麼樣告訴你們 這個是長假的 等一下 萬一 這個是萬一他投降了怎麼辦 那麼大盤就準備要 砰 砰拌 為什麼會這樣子老船長 因為這是以前常常發生的事嘛 就是空頭大老書就一直騙一直凹啊 對不對 你看這個 這個不是這個我們沒有亂講話嘛 對不對 說要崩盤了 一直漲一直漲 要崩啊 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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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還沒崩啊 對不對 帶會員放空的股票被嘎死了 不能講啊 找那個疊的出來講 你的老師不是都這樣幹嗎 你在每天看節目他都這樣弄啊 老船長你怎麼知道 我在業界多資深啊 這些小丑會怎麼玩我還不知道啊 對不對 但我不能講是誰啊 對不對 擋人家財路五湯啊 對不對 他要賺黑心錢 讓他去賺嘛 對不對 這個都會有報應跟業障的啊 是不是 好 那 既然 大家 到今天應該要覺醒了 因為台北股市今天漲了多少點 自己看 自己看 漲了一百六十一點 對不對 成交量很棒喔 兩千三 並沒有爆出三千多億的大量不會死 我講過了啊 你看他爆三千多億大概文死 當然空頭大老樹如果投降了 說他翻多了 也準備要死 這兩種情況給大家做參考 很簡單嘛 對不對 什麼再講一遍喔 我做節目你是當做什麼在看啊 對不對 冷氣喔 冷氣喔 不通啊 我這樣跟你們講是用輕鬆的方式 無非是希望你們看節目 抒發一下心情 因為台北股市再創歷史新高 但是BUT But Your Stock 你的股票套了一缸子啊 我講的對不對嘛 你又不像我的會員一樣 我所有會員只押一檔股票 而且是所有資金 全部大賺 你叫你的老師這樣比一比啊 對不對 看他敢不敢啊 如果全國有人敢這樣 我就退出投僱業嘛 對不對 不要說別的 只要你參加哪一個投僱 哪一個老師 他是叫你所有資金 只買一檔股票 我立刻退出投僱業啊 還要講什麼呢 都是買了怎麼樣 一個月買了180檔 漲三檔 177檔 通通都不管 三檔拿出來表演 今天表演什麼 今天表演聯電啊 表演什麼 你的老師今天我們在表演聯電 關他什麼事啊 聯電今天鎖漲停關他什麼事 他是有買聯電的 老船長 我們老師真的有叫聯電 今天早上 在這邊有叫聯電要漲停的時候 你不要冤枉啊大人啊 那你手上已經套了一百幾十檔 他發抗訊叫你買聯電 你拿什麼買 這個是又被老船長說中了 完全是假抗訊了 對 這個就是投僱業啊 非常有名的假抗訊 我老船長只要發抗訊出去 會員都有辦法買 那個叫做真抗訊 你參加你除非參加我 你都是百發百中 一定是怎麼樣 有辦法出手的 我講的百發百中 就是說我發了抗訊 譬如我現在請大家買什麼 大家一定有錢買 因為我會員空手 我才會去抗他們買進 你懂不懂 這樣大家明白意思嗎 沒有人像我這樣幹的 因為我就是要爭槍實彈 我就是怎麼樣 立志要叫我的會員 對看到沒有 賺到翻過來 你的老師就不一樣了 他把你當豬腦袋 他大魔頭掌控來掌控去 對不對 掏乾 扒光 還有沒有錢 沒有錢去死 換新的 對不對 他就不理你了 如果你有這種遭遇的 不要來找我 老船長怎麼這樣子說 我們要去參加你會員 因為你已經沒錢 不要說我現實 對不對 我講的是實話 你的錢都被你老師扒光了 你在找我幹什麼 跟我訴苦 不要我沒有時間聽 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在節目上 不斷的提醒你們 甚至警告你們 叫你們要怎麼樣 要小心 你們就不相信老船長 台北股市已經再創 再創再創 歷史新高了 幹什麼 你還滿手套牢的股票 你講給誰聽 對不對 太誇張了 真的很誇張 難怪有時候我說 這是豬腦袋 對不對 你也不要介意 我這樣子是為你好 因為有時候 你們好話聽慣了 就被人堪氣 被人堪氣 那我呢 是忠言不聽不聽 逆耳 對不對 真正幫助你的 站在你這邊的是 骨骸老船長 對吧 好 那我今天測標寫的一句話 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 洗盤 他就是為了一件事情 幹什麼 你看 這個聯電 從這裡到這裡 等於沒漲 對不對 這裡到這裡 就幾天了 一個多月 是不是 你不要小看 這一個禮拜 才五個交易日 就是這樣子 聯電洗了一個月 沒有人講他 今天突然 砰漲停板 你賺得到他的錢嗎 你如果要賺到聯電的錢 第一個你很幸運 你上禮拜五買的 你們家呢 這個有 主上有基德 你八字也很重 你還有燒香 對不對 而且你聯電 也沒有什麼興趣嘛 你也不會買多嘛 對不對 五張十張 隨便買 反正股票都不會漲 看到沒有 那你如果買在這裡 不好意思啊 你一定被洗下車 不要騙了 所以你要賺聯電的錢 不容易 為什麼 他要洗盤 那你賺到我恭喜你啊 但是我相信沒有 投顧老師賺到了 因為過去 包括上個禮拜 有人講過聯電嗎 有投顧老師 任何一個投顧老師 公開說 他的會員有買聯電 而且是所有資金 只押這一檔 老船長立刻 退出投顧業 沒有啊 所以你們看我的節目 你們就看懂了 什麼叫做真相 你自己甘願做豬腦袋 你就不要怪別人嘛 聯電掌聽啊 好神啊 神個頭啊 摳訊拿出來看 老船長破解過 那騙人的 他會員套179檔 哪一檔出來 今天才叫的 聯電他一定 今天叫追漲停的 追那附近的 你聽得懂嗎 你參加這種投顧老師 你是絕對賺不到錢 而且你一定會走向 歸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 又回來了 你看很多人都會跟著我背 為什麼 為了什麼 看我的節目看久了 對不對 但是最後還是要走向 歸零高之路 為了什麼 因為不聽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很多的人 天生的個性 就是反股 你這樣子講 我就要這樣 你這樣子做 我就要這樣 有沒有這種個性的人 很多啦 我跟你講 來股票市場 這樣我們死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那聯電當然它上漲 帶動整個指數噴 噴出去啊 但是很多人會以為怎麼樣 這一段往下壓 大家想說完了 趕快逃命啊 要死了 對不對 他不死了 這個過程就是洗 對不對 那你這時候要想 指數不斷的創新高 而你手上的股票套了一大堆 不聽谷海老船長的話 我很久之前就已經跟你們講了 你就是凹一支股票 然後這支股票大漲 像我們一支接一支大漲上來 不知道賺了幾十%了 我都敢在這邊講 我說謊 每個會員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我是玩真的 當然我先提出警告 你不要豬頭豬腦 你才剛才參加我會員第一天 哪有賺幾十% 廢話 你才參加我會員第一天 神經病啊 對不對 過去這一段時間 注意看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好 我們每一支股票一路大賺上來 因為有些股票它漲一漲 它漲不動 它要洗 它要洗盤對不對 可能洗一個月甚至兩個月 賣掉換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已經洗好 我們進去就開始大噴 對不對 老船長就一直這樣子 但是你看我每做一檔股票 我都會在節目上 不斷的追蹤敘述 哪怕它今天小跌我也講 對不對 漲我也講 然後到一個階段以後 你看我講另外一檔了 我也跟大家講 前面那檔我們出掉了 這個都是有延續性 當然我沒有必要跟觀眾 百分之百交代 你們又不是我的會員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老船長的節目 真的值得信賴 是不是 你不一定要參加我的會員 我講過很多次了 等你到外面轉一圈 被騙得差不多 很慘 重點是 還剩下最後一小桶金 你再來參加我 不然你會說 老船長 那是你在講 別的老師每天大賺 天天大賺永遠漲停 我們當然參加那一種 對參加你這種幹什麼 有時候還要洗盤類的鑰匙 對啊 是不是 那廣告回來 很多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手上 還有一堆套牢的股票 你不要怕 你聽老船長講 你應該怎麼辦 否則這個行情 總有結束的時候 你要抓住 最後有一個叫做 對 陌生段的噴出 你不要小看那個噴出 那個噴出 可以幫你撈回不少 你前面套牢輸掉的錢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故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故得投顧咨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故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向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故得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當你要重壓一檔股票 想說試著用這一支股票 把你輸掉的錢 撈一筆回來 那麼這一檔股票 你就要千挑萬選 那麼回歸到最基本的 當然就是基本面要好 不是市場上講題材 用嘴巴在那邊怎麼樣 好 那個沒有用 你要把老船長的話記住 要他真正基本面好 就一個最先決的條件 你公司怎麼賺錢沒有滾 一句話講完 你公司由虧轉銀 而且銀很多 這一種最好 注意 由虧轉銀的公司 這種爆發力才會好 為了什麼的 你去想 一家公司他長期虧損不賺錢 他股價一定低 對耶老船長 然後突然間他由虧轉銀而大賺 你說他的股價要不要反應 這個問題小朋友都會回答 真的耶老船長 好 我剛剛前面講的你記好 好 那為了什麼名字 我要跟大家報告這一檔股票 光照 在這個週末假日 有一篇報導出來 說光照會旺到明年 內容你們自己去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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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了一大堆 我幫大家整理出四個字 你注意聽喔 那個報導寫了一大堆 你們去網路找 說光照哇 瓦厚嘟瓦厚 瓦厚嘟瓦厚 寫了一大堆 那你不要管 你懶得看了 或是你沒看到了 現在我直接翻譯給你聽四個字 叫做還會大漲 各位聽明白了 那老船長你剛剛講 油虧轉銀真的嗎 真的我們來看 這個不能夠詐騙 你開什麼玩笑 來 這個是光照 這裡是營收嘛 對不對 你看他的營收 是這樣在進步 嚇死寶寶了 都是兩位數字在進步 那你看他賺錢 真的賺還假的賺 前面三季累積 這叫累積 賺0.92 老船長這個 沒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你注意看 他前面兩季 上半年還是虧的 他突然間到了前面三季 居然賺1.92 小學數學 0.4會變成0.92 正的 負得到正的 你問你的兒子跟女兒 這怎麼算 原來他賺了1.32 光這一季 因為1.32如果減去 0.4就是0.92 這麼簡單的數學 你都不會 你還跟人家做股票 好啦光照第三季 一季狂賺1.32 這什麼概念 如果我們把它乘以4 那就是差不多5塊錢 一年 所以如果各位 這第三季 對不對 我們從第四季開始 如果他第四季 整季可以賺1.32 明年第一季 也可以賺1.32 你把它從後面算起 算四季的話 就是5塊錢的概念 老船長 搞不好是他第三季 對不對 買到樂透 對不對 這也是有可能 你這樣講也不是不可能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導播先回來 別急 對不對 我們要來看他的毛利率 注意看 毛利率拉到22% 營業率拉到12% 你要看他本來15% 可以拉到22% 請問一下電子公司 毛利率在10%以下的 是不是一堆 真的 然後10%以下的一堆 營業率就剩下一兩% 他營業率從6% 拉到一倍高達12% 表示這家公司怎麼樣 做100塊的生意 毛利率22塊 營業率12塊 四個字 脫胎換股 那我們不用說 就從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這樣子 他已經旺到明年 對不對 每一季都賺沒有1.32那麼多 就給他加加減減 一年我們抓個兩塊也不為過吧 現在股價多少 還在洗 34塊多而已 這種股票你注意 他這邊洗了四個月 洗到散戶生不如死 有沒有 他一定會有一個怎麼樣 大波段 就像連電 你看我給你看連電 連電這邊也不過就洗了一個月 噴出去了 這裡也是洗 有沒有看到 從這邊洗到這裡 這裡也是洗了怎麼樣 一個多月 然後噴一段 然後再洗一個多月 再噴一段 所以我今天測標就告訴你 很多股票 他要經過洗盤的 那我帶各位 從節目上開始教你們講光照 因為台積電這麼棒 對不對 你看連電今天也鎖漲停了 連電以8吋晶圓為主 那光照就怎麼樣 光照他的客戶 就有台積電跟連電 你看得懂國字嗎 我們這個中芯國際 中國的單有多大你知道嗎 那個數字也是天文數字 他只能下給誰 光照 所以光照是怎麼樣 生產給他 他是怎麼樣 光照的大客戶 那你不要說格羅方德 這個也是大廠 對不對 那這個不要講了 這些天王級的 他全部都有接單 因為台積電12吋晶圓的 今年光照也跨路了 那你想這種公司賺不賺錢 那上市櫃公司 你幫我找一家光照出來 就做光照的這個技術 老船長我們找不到 對就這家嗎 那你覺得他的獲利會不會持續下去 而且會更好 半導體世界大戰展開 我是全頭顧業第一個講的 當人家還在iPhone12的時候 我跟你們講現在怎麼樣 資金要往半導體來拱 那請問聯電是不是半導體 是不是 台積電是不是半導體 是不是 台積電有沒有漲 自己看也上去 他比聯電先出去的 人家股本幾千億不容易 所謂何事 就是半導體大家兵家必爭之地 都要搶怎麼樣 晶圓代工的這一塊大餅 那台積電是龍頭 光照怎麼樣做他的生意 聯電怎麼樣光照做他的生意 結果現在股價三十幾 那你們偏偏一堆人 跑去買低潤 跑去買PCB 跑去買面板 我的媽呀 你們都沒有發現一家公司 叫光照做獨門生意 而且是育榮集團 所以他今天洗盤 洗盤是為了什麼 要創新高 他雖然今天沒有大漲 但是我再講一次 有一些資訊 甚至消息 我知道 我節目上不能講 這支股票裡面 你問我有沒有主力 百分之百有 我每天都在看 這個主力 個性比較尿摩 個性比較尿摩 他很喜歡一直洗 很多人都對光照沒有信心之後 就忘記了老船長千交代萬丁寧的 做股票要回到基本面 你幫我找上市櫃公司 由哪一家向他苦盡甘來 由虧轉營 而且贏這麼多的 你幫我找一家就好了 找出來這一家 他的客戶要天王級的 台積電 聯電 中芯國際 還有這個 不要忘了 格羅方德 導播 對不對 這四家天王級 你隨便幫我找一家電子公司 他全吃 而且他的生意還要獨門 他還要由虧轉營 他還要脫胎換股 他還要怎麼樣 轉營贏很大 重點是對 他的股價才30出頭 那我的會員注意看 你知道我會員多幸福 請所有會員看 我們較勁光照在這邊 我在節目上講很多次 是所有會員 所有資金 全部重壓光照 沒有別的股票 當天大漲鎖住 第二天再漲 再漲 再創新高 我們都不出 那沿路有會員來參加 我都叫他買 當天的幾乎最低點 因為也要 新參加會員 帶他們進場 但是你越早參加 你賺越多 我們沒有別支股票 對不對 那今天在這邊整理一下 對不對 會不會過錢高 你注意看 教你們看好了 這個叫錢高 這個時候光照還沒有油虧轉營 你說他會不會過 你問小朋友 這個時候的光照已經油虧轉營 半導體大戰開始了 全世界在搶單 這個時候還沒有 他是這個價位 那你覺得他會不會過 不要等到有一天 真的願望實現的時候 你在那邊 我從開始就聽老船長講 結果呢 我的會員用賺的 觀眾用看的 也好啦 幫我做證人 下一檔股票 你不要再錯過了 像這種股票 他萬一 我沒有講他會不會創新高 他只要一個拉漲停鎖 這個就過了 對不對 那我就要看情況 要不要走 我聽到的資訊 一些價位 我在心裡面我知道 但我不能夠公開講 主管機關有規定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就好 你要在我叫下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手續辦好 因為下一檔股票 就是你這整年度最後的希望 你看老船長 每一支股票 都是所有資金 全部只壓一支 然後大噴出去 別的頭顧老師絕對做不到 他們都是亂槍打鳥叫一堆 你都屌在卡在那 前面第18檔了 那都假的 你賺不到錢的 好 你只要聽老船長講一句真心的話 你前面都錯過了 沒有關係 我最擔心的就是 要過聖誕節的 甚至農曆年了 你沒有錢了 那很淒涼 所以你要把你最後的一小筒金 趕快先辦好手續 有沒有 然後再等我的下一檔股票 寄光照之後 現在光照我們還報著 繼續大賺對不對 我們很誠實 但是光照不可能永遠報 什麼時候要出 你那個觀眾有光照的 你趕快來辦好手續 不然到時候你在那邊叫對不對 但重點是下一檔 下一檔我已經準備好 要讓你們報整年的仇 那電話在旁邊 那你要不要拿 我已經講了這麼多年了 你早點拿 你現在跟我會員一樣 在家裡數鈔票 數到手抽筋 可是你不願意 那你能不能為自己改一次 我希望用這一檔來救你 看你要不要拿電話 開始撥打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我們將會在社群中的城市 那場戰爭 未來獲利 今晚都不投入